FMQE.5 自由之聲 漁夫自由行 大家好 我是漁夫 很高興 漁夫跟我們每個禮拜 晚上9點 在空中跟大家再會 特別要跟各位講解 漁夫在這個自由之聲公佈 我們每個禮拜 大家再會 拜託大家 跟我們倒算團一下 給我經過 所有的朋友 大家 再會來漁夫擋散 我們都知道 我在我現在裡面 吃喝玩樂 或是說兩句 我對時事實局的評論在裡面 有時候我們又說一些這些新的科技的心知 這當然就是說 每個節目裡面我都準備了很多很多的內容 準備了幾禮拜 還要上誓去研究 這樣才有辦法來跟各位在空中探討 在這裡呢 在網路裡面呢 各位也可以看到說 漁夫呢 我真的一天都要發揮幾天 問酒 各位 我每一天 那當然在台南 早上 當然在台南 早上就是最適合的事情 就是可以走去吃很好吃的東西 吃完之後 我就要去找一個地方 喝一杯咖啡 就要在那裡 差不多看兩三點鐘的這個世界的心知 那所謂世界的心知呢 當然不是科技而已 包含世界各國不一樣的這個 風俗 民情 包含了很多很多地績 譬如說 最近我就對研究 因為科技 發展到這麼多 發達 是不是有這天 人的總部投下去 會不會 這點 很多朋友在和我討論的時候 就是發現科技的發展 尤其是在美國 特別是明顯 就是美國人慢慢 很多的行業都去用代替去 那去用代替去 現在變成 經格的美國人的這個行程 會開始呢 科技發展 然後人沒頭路 第二行程也沒什麼情況 對這個經格的這個人的這個工作 慢慢 很多去給科技替代 有些人說 你怎麼做 哇 搭菜嘛 現在大家都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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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人力 很有很多人 所以各大人的生生生要 幾十幾歲 對不嗎 生這些小ools 當然就都留在農村 在做工作 到省傷 可是之後公約四代開始 公約四代當然開始就不一樣了 每個人就變成說 這個男朋友都有可能去 工場裡面做工人 做擼工 我給他一個禮拜 我有一天 我有一年 去到中國的土伯 土伯是什麼 T-Bad 就是西藏 那種去到西藏 我們知道西藏 你若是 外大人要出國到十幾個小時 我的種就是 為北京出發 坐到他們的青藏鐵路 變成到中國的西藏 我有什麼要西藏呢 因為我們知道 西藏人要求 他們要為中國 獨立出來 很多西藏人希望這樣 當然 中國的北京的官方的政權 官方的說法就是 西藏是中國的部分 對我們台灣都一樣 如果說的話都一樣就對了 我去到西藏看 我有一個深深的感覺 對西藏人來說 天山的血水 他們的天山 如果以前有聽過 天山的血水 什麼官 你知道都是西藏人 在那裡 本地是活得很快樂 會生活 天山 提供的滋養大地 他們在那裡 和他們那 物產豐富的西藏 在那裡 人生活得很快樂 那他們也有的宗教 也有的文字 也有的議員 後來是將中國 跟他們入侵 中國跟他們入侵 後來 我們現在如果去到西藏 就可以看到 哇 中國好像 整個西藏 這樣差不多 我記得時間有五百萬人 但是 中國的四川人 移進去就八百萬 八百萬 所以 無關 西藏 中國對台灣 會說什麼 台灣的前途 由全中國人決定 台灣的前途 由全中國人決定 台灣人 一四人 就不用擔心 跟西藏 現在目前的情形 是一樣的 對吧 那你就 我跟他不想 我跟他四川人 就八百萬 你選去後來 中國現在最大的 像這個 中國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 他沒有多元化的思想 你如果說你有多元化的思想 沒關係 你四川人 可以去當成 這個西藏人的生活 這樣 這些四川人 也很有民主素養 不一定說 代表的 這個西藏人輸 問題就不死 他整個 中國都是同樣的 統一的思想 所以 譬如說 那個西藏人 全四人不擔心 說也是這樣 對吧 但是 對很多西藏人 那時候 我在跟他們聊天 他們就很無奈 你說 過去就過了 很快樂 遊牧生活 但是因為你 中國人一次後 女兒 就照一做路綱 女兒呢 那當然就是做工人 還有慘的是說 我在西藏就看到 西藏有拉扯喔 有酒店呢 欸 什麼酒店 一般飯店嗎 不是啦 是那個有小姐 陪的 喝酒的地方 我們台灣人說酒店啦 啊 你要想看看 他的 當然那裡裡 我沒看見說 是不是西藏人 但是 中國人一定很多嘛 四川 川妹嘛 啊你現在 住這種酒店的這種 賣的風氣 在外 他要到西藏 人家本地是好好的 人家在信他的心 對不對 他信他的宗教 他說他的話 有時說你們大家都進來 你們兩個人進來 你改變人的生活 結束 這樣 哇 當然就很慘 好 啊但是我們今天要說的 不是要說這個 啊 中國的這個 世衆的問題 我們是要說 啊現在科技才能發達 啊什麼樣的人 會在這個科技發達裡面呢 總 哇 那個行業總消失 你知道嗎 這其實 啊我所了解的 這一定不是新聞啊 這是 啊 在這個 網路裡面 看到一個 真有名的這個 這是科技的十字 你講的 啊 一定說很久的 啊 真心切就是說 他說 他說未來啊 啊 有 整個行業呢 即將啊 啊 消失 啊 即將啊 這個要消失的行業 各位要知道 來我現在 一項一項 跟各位討論 啊你的孩子 比起來了 記得啊 就算一萬 還是我們少年人 啊 你要好好聽 你如果沒有好好聽 我告訴你 那時候找不到 你就插滿 第一項是 記者 哦 記者 哪有可能 記者 會行業的消息嗎 沒錯 那 照這個 啊 十字 他說 他說 這十大 行業裡面 記者 他是第一項消息的行業 百分之九十 對 怎麼這樣 來我們現在先 各位 想要做記者的人 先等一下 我們現在先來 討論 現在這個電視 我感到心裡 電視的新聞啊 我想大概 是兩種人 一種叫做電視台的主播 啊 啊主播呢 還可以 啊 主播呢 可能可以叫我換起來 以後啊 現在動畫已經 發達到這種程度了 啊 日本有一個 這個初音 初音是什麼 初音是 我們在唱歌的一個動畫人物 啊 他可以開演唱會喔 哦 演唱會裡面 也是一支台人都去參加 哦 那幾個月 這樣喔 初音 完全是塑造出來的一個動畫人物 而且 我先跟各位說 他那不是說這樣做得很成人 他是很明顯的跟你說 他就是動畫人物 我最近在這個網路裡面 看到他的演唱會 嚇死人的 人真好 叮叮叮叮 所以另外一種 呃 新樓的大概就是那個名嘴啦 啊 名嘴就是有些我不會說的 有的嘛 有照顧 我們有那個 我們現在有一個 我們有一個 叫做Infotainment Info Info 就是Information 資訊 啊 啊 tainment是什麼 Entertainment 娛樂 所以Infotainment 就是 資訊的娛樂業 這樣意思啦 好 他就是說一些有的沒有的 來給大家 鬆一下這樣 其實呢 有沒有根據 事實根據 有沒有 這個其實都已經不重要 就是他這製作的就是說 為什麼會審 這個電視直播呢 現在我們的電視新聞 大部分 都是找那個 網路裡面的 鴨皮 比如說YouTube 網路裡面齁 你要找的鴨皮 是非常非常多的 你真的去Google一下 你也知道 啊 這個 這個 除了 我們的 一般人 自己 去不去的 這個鴨皮 也有那個 電視 我們的 車頂館 有一個 行車紀錄器 如果發生什麼事情 上傳YouTube 馬上記得 就把他撒撒去那裡 裏裏裏裏裏 電視器的錄影帶來做研究 就是用這樣方法 啊 這些東西呢 如果是去那個 如果記者取得 他們就簡單嘛 他們就三個就補了 我說最簡單就是說 日本 福島的核災 大概在那一年的311 我們會記得那個 福島的核災 那個海嘯 沙拉米 這樣衝起來 就他們幾個 蛇蜊 陰起來的時候 我請問你 那個鴨皮 我們就是記者去買嗎 當然不是啊 記者是NG車 塞到那裡就不會夫妻了 對吧 你這裡是核災的現場 你叫記者去 記者媽媽 還要怕死 對吧 所以 所以現在 也有可能 有一種新聞的走出來 其實不是有可能 一定出來 我有一件 去到中國的時候 發現有一個節目 記者是什麼呢 有一個主播 那個主播 在中國就沒有什麼註冊權了 所有的鴨皮 都是從網路來的 所有的新聞都是從網路來的 主播像中途 還要把他競爭起來 這樣而已 對 這樣他也是一個節目 我們台灣現在差不多是要在這樣 要變成這樣 有一件 發生 這個 我們林安港 神師 不行 來 往生去 我感覺到好笑 你知道嗎 各個電視台 來播出的節目 紀人 紀人 是什麼呢 紀人 是我中 我以前 主持節目 在電視台的時候 錄起來 訪問 林安港的專輯 他如果不跟我說 都撒影 對 看多好笑 可能電視台本身 一定沒有保留那些 錄影圖的款 這也是都這樣 過期的政治人物 譬如說我們有一個北副總統 白副總統 總統怎麼變四倍 白叉搭 四倍 對嗎 他說河豚 什麼中華海豚 白海豚 會轉彎 他曾經說 中華白海豚 會自動轉彎 這就是 有很多朋友 你有聊在關心新聞 應該都會記得 那過一陣子 因為這個事 怕被罵 還要吵架 他說 沒有 我哪有說 我沒有講 他就是 好認 他說 現在這個時代是這樣 你說過的事情 反正你走過 比留下痕跡 他當時 說過那個鴨瓶 人家為網路水 跟他調查 你現在那些政客 如果說話 以前是說這樣 現在又說這樣 比如 也有人叫公爺633 633公公的 我不會適合 或是 馬上 你現在 也不能喝 一定是很多人 馬上去把這個 所有的 相關的資料 找到出來 這 這樣就是 很簡單 所以 將來 可能真的 電視台 像是主播 跟那些 名嘴 這樣 記者 記者 說 沒有人報復新聞 那不行 那 沒有電腦的 報復刀 電腦 難得 那有辦法報復新聞 我跟你說 有 在美國 有一個 叫做 Nelative Science 就是 那個 發明出說 可以警告 人工智慧 來 寫 這個新聞 蛤 有 有 沒有 你記者本來 不是說 多聰明 要達到 這種人工智慧 當然很簡單 但這最重要 是因為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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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一定是大家都公民記者 他 如果根據 Big Data 我們說 大數據 可以分析 分割出來 最新的 都沒有人說過 甚至獨家是誰 他就分割出來 那三年 那個 Forbis雜誌 他猜用 咦 咦 怎麼會這樣 現在真的 記者以後都沒有投入嗎 沒有你才看 你也不相信 沒有你才看 那麼 第二項 要消失的叫做 銀行櫃台的行員 這種櫃台的行員要消失 我感覺很趣 我有一種去坐 那個 婚人記 去到這個 記頂的時候 因為我首先有頂票 因為我首先有頂票 所以我就 將到我的這個 新聞情拿出來 他那個 在 航空公司 要登記的 就是他的櫃台 以前在櫃台 我將到我的新聞情 他有一個 掃描 二維條碼 我們的新聞情上面有二維條碼 barcode 我就將到那個 新聞情給他掃描一下 欸 上面 所有 我頂票的資料都出來 所以他就印一個 那個 記錶給你了 當機材也都辦好了 如果你有行李 就把行李殺去 打包行李的地方 去那裡 去那裡 給他檢查一下 這樣就是味道 那所以 我一面在那裡 這樣用 那有一招呢 我去了 那我 就是因為 動作有一點 噴噴這樣 那他們那個 航空公司的小姐 櫃台小姐 齁 我的心面 趙哥來幫我 幫我用 教我怎樣 用 我總覺得愛笑 為什麼愛笑 我說啊 你 你 好心把我用 但是問題是 這個結局 會把你工作中 取代掉嘛 譬如說 我們現在去到 這個 航空公路在塞車 齁 啊 我們最近看到 那個空間的新聞 就是說 很多在那裡 收費的收票員 哎呀 變成沒頭了 每次在這裡 呼呼一下過 社會站 就已經拆掉了 啊 不是這樣嗎 甚至於 我們現在看得到就是說 代替 我們這個代替 喔 還有那個 要幫你收票的嘛 尤其是 啊 一些小孩的時候 有一個在幫你加票的 喔 怎麼拿錢票 要拆掉給你加下去 啊 你現在 要出來 要出來的時候 喔 啊票就要再交給他 現在有 現在有啦 代替還有 但是個體有嗎 沒有 啊個體就是跟你走一遍啊 跟你走出來啊 就拿你的票 攏下來就好了 都拿去而已 啊 那是我們台灣的這個政府 成功到六五 啊 那政策都沒有在發展 啊我們如果跟那個美國 跟中國比起來 我們其實是很落伍的啊 因為我們去選出一個無能 笨蛋的政府出來 我講一個最簡單的啊 我一個朋友 去到這個 美國出口 欸 欸 現在所有的朋友 如果去美國 去全世界各國 出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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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喝喝喝的 他看到對面一個建策物 他說這個更新的啊 這個建策物 又看來還不錯啊 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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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是不錯 啊 結果我看我們兩個看到就說 嗯 啊這就是賀爾辛基總統府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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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 一個就知道嘛 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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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mm 有一個牌子,那個牌子說,叫他用手機負停車費,用手機負停車費, 他說我是看著什麼樣子,是不是我是LKK,還是怎樣,美國是用手機負停車費, 手機負停車費,你台灣沒聽過嗎,沒了嗎,當然沒了, 因為你們全國比較落後,科技比較落後,因為你們全國的科技部長, 因為張聖聖公,這些品牌太辛苦了,大家都去做代工吧, 他就叫他去做代工部長就可以了,那不是這樣, 在中間說,手機負停車費,這個一定很恐怖的, 他們的第三方支付,這個制度一定很成熟的, 大家知道最有名的支付寶,我有一個朋友說, 現在就把手機負停車費,他們的微信,他們的上面那裡也有付費制度, 手機負停車費用就可以了, 將來你在,搞不好在中間, 你要把那個,你要分開這些錢, 我跟你說,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手機負停車,你去這裡可能我給你一支手機負停車費, 你說我現在要給你一支, 有手機負一支,就找到他的手機負停車費了, 所以今年如果沒有人在購現金, 你整台的行員要做什麼, 我們現在說最簡單就好了, 只有自動櫃檯,櫃園機有, 你會在上面購錢而已, 所以他要做銀行的櫃檯的人用, 我看,也是沒有套路呢, 好,第三個, 是要做手機, 文獎先生,你都要聽哦, 手機, 其實Google在很早就, 我跟美國一個大學Stanford, 我所在是有看過一個Stanford的高雄在做演講, 它就是金國界的主持人, 那就是更簡單啊, 現在Google有一種叫做Droveless, 無人駕駛車, 那這個, 這種車是這樣啦, 它上面有一個掃描器在車上, 那在車身的這個車位呢, 它都有那個Sensor, 就是讓測到這個附近的障礙物, 頂頂這樣, 啊,在那個101啊, 就是在美國的這個西部, 有一條101公路, 那條10公路, 就可以為南風塞到八方去, 當然, 美國, 南風塞到八方, 那是, 我沒塞過, 我分過, 分做四年去塞, 最南端最南端, 塞到最北, 是塞到那個, Vancouver, Vancouver這麼多村, 那多村, 坐到那個Scar外, 一定在那裡, 一定是在阿拉斯加, 要到那個阿拉斯加公路, 另外一個起點, 啊, 啊, 101的, 這條高速公路, 是非常漂亮, 啊, 他們的車都在那裡, 啊, 在那裡, 聽說, 看他們那個報告, 是說, 一定是, 幾十萬盈利的測試, 總共, 只發生, 一間車好而已, 那一間車好, 是甚麼車好, 是, 他那幾個車在那裡在塞, 競爭到, 競爭到, 不是他農人, 是競爭到, 啊, 那也是無人駕駛車, 整台車在那裡, 沒有搬的人, 這像那幽靈, 自己在那裡塞, 嗯, 啊, 那最近這個車, 已經出來了, 啊, 是完整的成型的, 啊, 啊, 你若是有在看那個, 網路, 你也是可以看到, 啊, 你若是有在看那個, 帝國的研究啊, 我深深的, 帝國大學啊, 啊, 發明一個說, 你現在, 你叫客人車, 啊, 他跟你派來的車, 不是一般的客人車, 是無人駕駛的車, 啊, 所以呢, 你現在, 你叫客人車的時候, 為你的手機在上面, 叫客人車就可以了, 你要去到哪裡, 啊, 你人在哪裡, 啊, 啊, 輸入, 輸入了他的車, 啊, 看你幾點要坐, 准時高位, 高位你就坐去, 坐去都要吃東西高位, 你要去的地方, 啊, 這樣有是不是好嗎, 這樣以後, 警察要駕駕駛, 可能, 變成笑話異常, 啊, 不用坐車了啦, 完全都自動駕駛就好, 我如果喝少許水, 我就這樣試著自動駕駛, 你自己給我載回去就好了, 欸, 你說, 啊, 這是在說那個科幻片哟, 我告訴各位保證, 這絕對不是科幻片, 這一定, 要跟你說熟悉的擺在眼前, 那些車就都走出來了, 嗯, 但是, 我也要問講朋友說話, 欸, 我們, 要知道說, 我們如果坐客人車, 會送的地方就是, 啊, 你如果坐下一個, 跟你說的真對味的, 問獎, 比如說, 我有一組這樣, 去日本, 哦, 日本人他們去日本的時候, 都這樣弄到要, 因為總統我會用英語嘛, 但是, 那一組我去到日本, 碰到一個很高公英語的, 客人家事件, 哦, 總共有跟他在那裡聊天, 啊, 很爽的, 啊, 他就像導遊這樣, 順便給我導覽一下, 這樣, 哦, 這就不夠不一樣了, 啊, 所以, 呃, 這種人性的東西, 哎, 你說, 一台車, 都沒人在塞, 不就怪怪, 但是, 以後有可能說, 像高速公路後, 就強制力的車, 一定要變成自動駕駛, 哪說以後有, 一種自動駕駛的車, 哦, 強制力所有的車, 都要自動駕駛, 啊, 你就沒所謂的超速嘛, 啊, 你也沒有違規超車, 啊, 你也沒有在那裡舍行, 那反正每個人, 去到高速公路後, 到高速公路後, 啊, 起立自動駕駛, 啊, 啊, 這樣很心想, 請問我們這個聽眾朋友, 啊, 你感覺這樣, 到高速公路, 到底是會塞車, 還是會如何塞呢, 你感覺呢, 再來, 第四種, 就是, 裝配車的工人, 哦, 裝配間, 就是用在裝車的那些工人, 到時也是都, 呃, 沒頭路了, 你要裝車的, 都繼續裝就可以了嘛, 哦, 啊, 啊, 整個都繼續裝, 我, 我看過他們那種, 呃, 大量生產的, 比如說, 風田汽車, Toyota, 他們那些差不多都用那些機器在做, 啊, 人工有不有啦, 少部分, 哦, 稍微分, 當然, 如果說, 不好意思, 我買的是那種,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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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當然, 那些人工打造的, 不用再講了, 哦, 那一般的這個裝配間, 比如說, 聽說, 郭台銘的鴻海, 郭台銘沒說過一句話, 他說, 以後, 他的這個, 工廠要希望有比較多這個, 機器人來做, 那如果機器人來, 做裝配間, 他那些是代工嘛, 其實有很多工作是可以用機器, 來代替, 而且現在的科技發展一定是越來越厲害了, 甚至說, 正在看電視新聞說, 有那種, 會塞哪個機器人, 哦, 這個機器人就是這樣啦, 都, 你和他講的, 超過, 五分鐘, 你都沒發言說他是機器人, 這種所謂的人工智慧, 就是標示說, 可以騙過人類, 這種人工智慧就是成功的啦, 我沒看過一個報告是這樣的, 所以, 到時候, 很多東人軍大致是可以給機器人來取代, 第五種就是這個, 這個所謂的有線電視, 安裝人員, 我們以前如果要做這個Cable, 就要派這個Cable公司的人出來做嘛, 當然現在慢慢啦, 一定都變做數位化, 尤其是六月份開始, 全台灣啦, 聽說, 如果做好的, 準備都, 你如果拿一般的, 你如果是用, 過去以前那種類比的, 你會收不到電視節目, 你只要用數位才收到電視節目, 另外一方面, 這個有線電視也是要走, 你會利用到我, 有線電視的電纜來上網, 所以就開始有什麼平寬多少啦, 安裝這類的, 但是, 我們現在要來思考一個事情, 就是說, 我們的4G時代就要搞了, 可是你政府如果是說, 真的有在認真的建設, 在台灣創造一個全島的無線環境, 而且這個無線環境, 必須要是平寬是很快的, 如果Cable是用這樣的方法, 緊鋸, 我看一份報告, 他說這樣有線電視的安裝人員, 會沒頭路, 因為大家要用無線的傳輸嘛, 其實, 你若是到今年的秋季以後, 大概是萬物相連的時代在搞, 為什麼是萬物相連呢, 因為你現在就是用Apple的這個, 所有的裝置, 包括它的手機, 包括Apple的App TV, 包括它的iPad, 這些東西, 都可以黏黏做一回, 現在Apple也是要做的是做家庭, 你家裡收了裝置的東西, 你的電瓶箱, 你的家庭, 你家庭到外面說, 哎呦,我早知道, 我的家庭不會跟你關, 沒關係, 不用緊張, 手機要抓起來, 把它刺下去, 家庭就關起來, 電話不關, 手機要抓起來, 把它刺下去, 它就改變了, 今年8月就開始了, 開始了, 當然經過的環境要比較成熟, 我在看是要到迷你, 比如說我們現在用4G, 4G的話差不多要到迷你, 現在大家要再順便說一下, 那電視台在塞下的SNG車, 我跟你說, 到迷你, SNG車差不多可以去報廢, 因為過去手機就有辦法直接直播嘛, live, 那相信有很多朋友, 你有在關心太陽化運動, 你就看到說在立法院裡面, 學生去接聽到立法院的意識堂的時候, 他們就是這麼簡單嘛, 兩雙拖鞋, 一個iPad, 他們就開始在直播, 那陣子你如果是有到立法院去關心, 的太陽化運動, 只有在立法院裡面的外面就看了很多, Apple日報, 蘋果日報, 那麼, 他就是為什麼拿iPad, 用一個腳架把它架起來, 他也在直播, 對吧, 以前在3G, 那時代就是說, 那個頻寬不足嘛, 所以很難做直播, 又要做4G, 這樣我告訴人家的頻寬俗, 到時候一支手機就可以了, 我就再塞到你一台, 要賣一千三四百萬的一種神奇車, 騙一下, 好, 第六種是加油站的這個, 這個, 好, 加油的人員, 關理到工作的人員, 這樣說, 嗯, 呵呵, 現在有一個自助加油, 你不要看過, 對不對, 接下來可能沒有加油 已經不叫做加油 可能是加電 加電 因為醬油這個東西 慢慢開始在枯竭 所以全世界最大的問題就是綠能 我們要怎麼用這種 比如說太陽能發電 風力發電 像我們各國的 中華民國的頭殼 那個領袖的頭殼 剛才想到核能 全世界都在想綠能 所以將來 尤其是這個車 我記得美國現在有一個行車 很有名叫做TELSA的款 TELSA 我如果沒有記錯 這個車就是用電發電的 人家也是塞到一、兩百公里也在塞 時速 所以可以塞很多 如果用電的車越來越多 用電 不是說你一定要用一支什麼的 要用一支什麼的把它塞進去 你做一個車子 你軟倒不會插電 那就還有人幫你幫忙 現在最重要的是還有一支無線充電 我上次還看到一個概念的設計 說你的車 塞進去駕駛駛駛 現在可以塞 可能 比如說我從台南 要塞進去台北 可以塞到台中 可能就沒電了 沒電要怎樣 車要停在旁邊 這不是氣電公升的車要怎樣 他的概念車子 他的概念動畫是說 可能你從台南 要塞到台中 塞到台中的時候就發現在要沒電 可能在昏林 開始就有一個爪路 有一個路段 那麼那個路段是在充電 所以你現在車台有一個塞VGV的路段 就進行充電 當然你就開始壓充電 現在看你塞多久 你一定是穿多少電腦 你付多少錢 就跟你的信用卡去扣錢 很可惜 第七種是經紀人或者是說中介商 經紀人就是當然你在經濟什麼大面子 中介商就是在說你做房屋的銷售員 這都可能會消失去 這如果以目前台灣來說 可能沒那麼快看到 不過也是有可能 因為我們現在要知道就是 過去了 像這些經紀人中介商 他們可以賺錢就是資訊不對等 比如說我知道一個某某的地方 比如說做房屋 我知道這個地方做起來比較小 但是另外一個地方可能更小 只有這個仲介商知道而已 我們一般的消費者也不知道說 這間可能有多多 那間有比較小 沒有那個地方去找到那個資訊來比較 但是這種資訊不對等 在這個房屋世界裡面慢慢就沒有了 尤其是過去我們有很多人會迷信名牌 但是這種名牌的東西 比如說你如果要買一個東西 你很多人都會這樣 我先去 Facebook 裡面問問 問我的朋友有人買過嗎 這個東西我要買還是怎樣 當然這就是做口碑行銷 口碑行銷會越來越多 你如果要買什麼東西 就比較簡單 我的上網問朋友 要買這些東西 然後去哪裡買 然後你用了以後 你有買過的人 你告訴我你用了以後的經驗是怎麼樣 因為現在資訊都透明化 所以慢慢你之中所謂的中介商 中介代理人 Agent就會越來越少 這怎麼說呢 比如說出版業 出版業過期就是由這個出版社總編 四個去找作者 作者一定要做到他的東西 把出版社去編輯 但是現在慢慢就是在電子書的時代裡面 其實呢 雖然電子書在台灣目前買得不好 但是我們可以看的是說 你如果是一個作者想要出版 你怎麼不需要美工 當然你需要一些美術的基礎 如果沒關係 就叫人 拜託你幫你編一下 但是你要編輯的工具已經很齊全了 換句話說就是說 我就很少我要出版社 要編輯的工具 要編輯的工具 你還是純文字的畫 像我的工具 都是很多圖片、影片 這種東西當然比較複雜 你如果是純粹是文字的話 這樣會好編嘛 這樣就可以自己自行編輯一下 就出版了 中間有沒有這個出版商 很少 現在我很多朋友就是這樣 他們整個生日出版社 他自己出他的菜 自己傳團 自己賣 那也是這種人 這樣你沒有經過出版社 你就不是那麼搬水 你就直接就是在市場裡面去市 如果不好就好啊 如果不好就好啊 如果不好就好 我們也很慘 不過我是跟各位說 雖然我漁夫下的車 都是賣成品的第一名 你說出版商很可憐 作者很可憐 尤其是在台灣 我如果是今天在日本 大家要知道 日本說什麼 這六歲最多的都是作家 那我呢 我不知道是要拚得幾名 我還不知道吃得爆 我還有一個朋友 準備了五六年 去出版一份社 說不會賣三千元 你想想看 一份三百元 這樣10%就30元 那你三千元 這樣不就是九萬元 他準備五六年 他要叫他去做企業 沒關係 像近人也更快 對啊 可憐 在這個無尊重地殖的社會 裡面 很可憐 那我們的市民也太小了 不可以完全 怪我們的這個 國家的人民 不可以這樣 那北中這個行業 他講起來 我覺得很好笑 就是說 林志玲的葡萄樓 林志玲什麼葡萄樓 我志玲姐姐這麼漂亮 這麼老 他現在 他說得很好笑 他說現在用賴米科技 賴米科技 可以改變 如果改變 我們知道韓國有很多小姐 都走去美領 所以在幫路有一個笑話 兩隻青蛙結婚 生出賴蛤馬出來 他們這個青蛙老公 就跟青蛙的母公 你為什麼要 把我生一個賴蛤馬出來 你是不是去給我 討青蛙客廂 他就說 原來是 那個青蛙的這個 母青蛙 還沒根本證明 其實是賴蛤馬 因為他去鎮農 然後才變成青蛙 也有這種笑話 事實上 我們也知道 韓國有很多小姐都要去做 以前我去泰國 看一種 所謂的人妖 也會 整身整得有點身體 李文 那個顔青 那個面青 當然 世界都有在整身 現在 我們所謂的醫美技術越來越好 在這邊 報告裡面 有些就說 用奈米科技的神技 升高也可以改變 升高呢 你雖然誰做147公分 但是你要變成像林志玲 174公分 也是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模特兒 只改一改就可以了 好像很沒趣 這人生 大家都變成衛賴蛤馬 改成青蛙 第九種是各種工業的樣品 跟差不多小商品 這是因為3D列印 一定是越來越普遍 這種不用了 你去Costco就大潤發 上面你就看 現在也在賣 這樣 一台頭幾萬塊 這樣 怎麼這樣 上面就是說 他當然 這種所謂的3D列印 目前好像不是印那種 小型的東西而已 比如說 他現在 有種做法 在日本已經開始了 就是說 你人 走進去 就是說 他的設備 裡面 人站在那裡 他幫你3D 幫你揮揮 他就開始列印出來 就是說 他如果要做什麼 在講公 那兩個一定是過世紀 人家 一定是過世紀 人家 就簡單 人家站在那裡 就把你揉揉 你做出來 你如果要做公仔 就是 做Q版 不是Q版 是真人版 真人版 真人版 不用什麼 蠟像 什麼也都不用 最重要的是 我看過一個報道 是在說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MIT 他們的研究說 怎麼不可能 像這個P10 在這裏 都 連到你們家的 3D列印機 都把你揮揮 或是說 你去叫一份PIZZA 他不用PIZZA 的這個 不用人送 你只要 他點完之後 他現在 透過你的 3D列印機 就PIZZA 給你揮揮 這有開始 這要怎麼 他吃一枚 這樣說起來 怎麼不用廚房 他要吃三 都為他的3D列印機 都做出來 給你吃就好了 這樣也很方便 要去採集 這就很多 古早時代 心色都沒有去 這樣 怎麼 這樣 但是 如果 理論上 我上座 在吳主委 這個港庭福祉 在說 理論上是這樣 有一個人 有可能 總不可能 例如說 我現在在台灣 要去美國 怎麼可能 不可能 因為理論上 理論上 人都可以有可能 再產生另外一個分身 你是在公社會 聽都沒有 現在在台灣 理論上 算一算 可能可以 透過什麼 量子理論 說得很複雜 反正就是 你在台灣 同時 你在美國 也有一個例 行動 什麼都一樣 行動 思考 都一樣 兩個人跟 楊哲偉 他說 這就沒有 事實上 發生到 要怎麼跟你說這件事 這實在是 我有時候 請求 我們一直 小人在看那個小叮噹 現在說 哆啦A夢 這樣 說任意問 看你買多 都可以 不過 有一點是 我們 我昨天去演講 我會跟所有的聽眾說 現在知識 不是你去找他 是他來找你 好比說 Google 有一個 做Google Art Project Google Art Project Google Art Project 是在做什麼 它是跟全世界 三百幾間的 這麼普通合作 合作什麼呢 合作就是 現在Google 派的專業人員 去裡面 創造你裡面所有的 報物館裡面的 展覽品 用那個 四百五十億 也就是幾百億的 像素拍下來 幾百億 不是 我們的手機是 一千兩百萬的像素 就很高 比如說 都去做三四千萬的 但是你做到三四千萬的 像素 一張照片一張 不要打電話 走四人 你的手機也不可以欠 所以你要傳輸 經過那個房子 又不像三歲 但是Google 他們全面的 在拍的是 用幾百億的像素 去拍那個 圖面 那個圖面 拍起來 那是青的 裡面還有一個 唯一小小小的 一個 可能 這個 在外頭的時候 不小心 拍一張 腳穿 留在那些痕跡 都看到 尤其是 我看到他們的作品 裡面 都覺得 很怕人 比如說 河南博物館裡面 有一個 林布蘭的作品 叫做夜巡 Night Watch 這林布蘭的作品 我去到那個 荷蘭 走到那個 北部館裡面 站在那裡頭前看 但是 現在在 那個Google Art Project 網路上面看 比我當年 站在那頭前 那裡 用肉眼看 還可以看得到 清清淑淑 唉 所以 他那個 Google Art Project 在上面 他將到 這張 維台的 這個圖面 這個油圍 去到你的頭前 給你看 拿到你的眼前 給你看 你買在那裡 他還有一個 類似 人家說 Google Street 像Google的街景 整個 報部館 你可以在那裡洗 清淑 你買一個 報部館 是不是要門票 對吧 所以你又不是這樣 你裡面 還有一種 叫做 Google World Wonders 世界 遺產 世界遺跡 那些有錢 你不一定可以去 但是Google 都給你洗 所以 你只 坐在電腦前 好像 那一天 那些 整個 一面 像 那些 大 螢幕 出來了 現在已經4K了 八十幾尺 還要到 到 你家的 牆 就是 全世界 所有的 風景 你看你買的都 有 好 所以 慢慢 他在說 这些什么小商品业 什么的都会去到3D列印 出台掉去 好 第十种就是 慢慢个体商户的减少 也就是说个人 单打独斗的 时代一定过去 那么一样呢就是透过网络的 分工和分享 来保障 这会打拼 这些所谓的个人时代一定过去 不是说我现在一定要来去 大公司上班不是这样 你可能是经过这个网络 组成一个虚拟的团体 为这个虚拟的团体里面 大家互相分工分享 我去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我最近想起 我年轻的时候 常来去 喝红酒 就很想要 研究一个红酒的知识 但是因为我们过去 在我校园的时候 喝红酒 你就要听那个 专家去讲 人家在说 人家在说 红酒是要怎么喝 红酒是八百种 学问一大堆 你如果没专门去研究 就是说你没这样 很有钱的 你要那几千万块的 你也不可能去知道 那种红酒的地上 但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说 那种酒店上面一个APP 那很简单 用到那种酒就像沙拉 你过去 如果要红酒的地上 你买红酒 你喝过那种酒 放在水里里里里 在那浸泡 泡半天 浸泡到它 那个酒标 上面那个酒标落下来 落下来 你把酒标收集起来 我告诉你 我怎么想吃 几个天 在那里 在由于那个酒标 上面里里里 看到这些是 什么厂牌 什么酒装出来 哪一个年份 什么葡萄品种 再下去研究 就要去买酒 买一堆 什么都不用 只有那个APP就可以了 那APP是什么 很简单 你酒标洗起来 你喝过那种酒 你都把它摇起来 销标把它摇起来 摇起来 它就主动给你辨识 说这罐酒是好的酒 那里里里里 所有基本的体積都有 所以你可以用你这罐酒 你对他喝的感觉 把它刺起来 刺起来 刺完之后 你就要邀请朋友 如果你的朋友 比如说在美国地 法国地 意大利 都没关系 全世界各国都没关系 大家都可以跟你讨论这罐酒 如果有喝过的人 他也将到这所有 喝过这罐酒的人 都给你集合作会 跟我们 有全世界的人 在帮你讨论这罐酒 你一罐酒也变成红酒专家 开始就像我以前 花了一罐酒 一罐酒也喝了一罐酒 那罐酒也喝了一罐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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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罐酒就对了 那罐酒 大家都看他 喝完之后 他的评论是什么 那罐酒也很简单 所以变成 这件事变成是说 所有人 虽然不是单打独头 但是透过分工分享 你会变成更加专精于 你要做这件事 这就是科技把我们带来的好处 相信请有朋友在Facebook 上面也是同样的经验 你要知道一个事情 很简单 我就去Facebook 看我别人的意见是怎样 那罐酒也很高评论 是不是这样 好 所以今天跟各位讨论 这个十行即将消失的行业 当然 有一些朋友会说 余夫你说的这不一定是对 是啦 这是说我们在这里 会谈论论 这样做理解 所以在我这部里面 我常常在跟很多听众朋友说 我不是只说吃而已 其实我不是什么美食家 你做美食家 你要做多钱的世界去吃 不是什么文食工作者 我只是讲到我的生活经验 跟大家做个分享 经过这个分享 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透过这个分享 我们对吃东西的看法会比较沉测 这就是我们听这个公布的意义 也不是这样 好 这是FMQ2.5 自由一声 余夫自由走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收听 今天我们后一个星期 感谢大家收听 晚上9点 在公众再会 我是余夫 拜拜 拜拜